那一年夏天,我才十個月大 我看見我的爸爸媽媽 正在用全世界最激烈,也是最安靜的方式吵架 然後他們就離婚囉 從那天開始,我就跟著我的爺爺一起生活 爺爺對我來說就像是爸爸一樣 他就是我的爺爺 媽媽,吃飯了 动作快一点 不要活活真正的 凉饭菜都凉了啦 快快 哦 谁家的卤肉最香啊 谁家的卤肉最香 那谁家的孩子最乖啊 刘家的孩子最乖啦 爷爸 我长大了 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问这个 哦 好吧 既然你长大了 那以后就不需要什么生日礼物了 生日礼物 当然要啦 所以你还是孩子嘛 那爷爸 我想要来转踏车 先把饭吃光光 我妈再商量商量 嗯 来来来 再来再来 快炸一起来 好吧 来来 いちご尽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夜霸還用全世界最好的方式來照顧我 他會給我買最好的東西 帶我去最好玩的地方 他會教我做人做事得到了 他會陪我去騎腳踏車和吊路 除了有一次他的大屁股害我掉進水裡 還有他每次都只會煮乳肉 除了他會煮菜之外 他真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吧 很舒服 雖然有時候 我還是會想念我的爸爸 媽媽 你怎麼可以在學校打人 還把周圍人打到臉皮血 他活該 我們是跟你講過了嗎 就算人家打你罵你 你也不可以還手還口 你怎麼那麼不平衡 明明就是中二的錯 為什麼罵我 打人就是不對啊 今天不好好好教訓你 地口越變越壞 打人就是不對 你說 為什麼打人 他說我父母是啞巴 說我連啞巴的父母都不要 說我是孤兒 是垃圾 所以我爺爺會把我帶回家 是垃圾 所以我爺爺會把我帶回家 那我去吃大餐嗎 那有什麼問題 那我要吃炸雞 你們小朋友怎麼都喜歡吃這種 不健康的食物啊 每天都吃爺抱煮的滷肉 吃都吃膩啊 爺爺煮的滷肉很好吃啊 哪有啊 他每周煮一一一一大鍋 吃都吃不完 小朋友啊 你都不懂得惜福 要知足啦 好啦 文文啊 爺爺有事情要告訴你啊 從今天開始起 你就跟乾媽去台北住 以後就在台北念書 爺爺有空會上去看你 為什麼 乾媽有空再慢慢跟你說好不好 阿萱啊 你們不是還有事情嗎 你們趕快走吧 乾媽帶你去吃好吃 走 走 你要聽話啊 我會用功啊 我會用功啊 我問的當事大哥 說他交到外部 還學會嘲諒 當然我不是說你交得不好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只是覺得 他需要一家 我跟我先生提過了 他也願意把我當成自己的孩子 你是他的阿姨也是他的丹媽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他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他 我覺得這個決定 應該是最適合的 是你給你一個建議 我會把他帶到十八歲 再讓他自己決定 他會更清楚 你已經十八歲了 我也不能說什麼 可是你突然說要搬出去住 我還是會擔心你啊 幹嘛 不用擔心啊 我OK的 你知道我一直都很想要給你一個家 所以你國小一畢業 我就把你帶上來台北啊 你有碰過我嗎 你這樣說或許是對我好 但是你有問過我嗎 你那時候還那麼小 每個月的生活我會擔心嗎 我不想你覺得 我自己是沒有理由的小孩 幹嘛 可是就算你們做得再好 可是就算你們做得再好 那也不會是我真正想要的家啊 是從你們把我從一夜這邊帶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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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再也沒有家了 查看 野爸 我們 你怎麼回來了 我回來吃飯 只有一鍋肉 一點點菜 滷肉 這是我最喜歡吃的菜 以前你說天天吃都吃你了 會想好不好 來 先坐 你坐 我來吃吃飯 好 我知道我不應該怪任何人 爸爸媽媽成為聾亞人士 也不是他們願意的 我不該怨他們 而是要學習接受 要去愛他們 更要感恩每一個在我身邊中幫助過我的人 謝謝乾媽 謝謝爺爺 上帝透過爺爺 爸爸 媽媽 乾媽 乾爹 還有我周遭的每一個人 來讓我認識愛是什麼 所以我終於懂了 人的愛是有限的 爸爸媽媽會離婚 乾媽乾爹有了自己的孩子後 愛也會跟著失衡 雖然他們很努力做到公平 但我們是人 又怎麼可能能做到公平呢 然而有一天 爺爺也會過世 而他給我的一切終將消失 我呢 只會成為一個永遠不滿足的小孩 一直尋找填補心靈破洞的那份愛 可是永遠也不會在人的身上找到的 我知道大家都盡力了 還好有天賦 讓我有機會學習原諒 學習感恩 只有他能滿足我的需要 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被愛的人 我很感謝乾媽帶我認識主 更感謝也把無微不至的照顧我 奉主耶穌的名祷告 阿曼 我們來跟我們最後一個才多的照顧我 好好吃 多少 Har